下一圈 下一圈 然後停止計時 大家可以繼續去看之前的每一圈的成績 那最高可以計到99圈 我猜大家可能不會去猜這場跟這個 但區間測速應該是滿好用的 長按之後它會進到Lab 可以看到現在是Lab000 進來之後啊 只要開始計時 就直接從Smart按下去 然後馬錶就會開始啟動 那這個其實跟一般馬錶的操作是一樣的 譬如說我跑完一圈 我就在計一個星矢 所以它就會開始變成Lab2 所以它現在按哪一個人 這邊 按這邊啟動 按這邊計時 那我等一下會再demo一次 那如果要關掉的話是長按Smart 停止之後呢 我們可以在這邊 一直去看我剛剛 每一圈的成績 那我也可以長按 回到原本的模式 來去切換這些功能 都是透過長按Smart 來去切換這些功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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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